十月二十五号,我在新东方一个员工休息室里边,儿子上课,我懂懂,今天没去上班,而且还正式提出参加裁员,昨天晚上啊,哎呀,一共断断续续睡了四个小时,都快崩溃了,我都看见。 就我这种怂戴啊,本来这,从决定试试上班,就上个周一个周就不痛快,一个周就上个周周一又去健身房活动一次,再也没去,就大约是周一,周二,开始磨磨叽叽的,陆续有人劝我啊,然后自己也在想啊,不要那么固执啊,去试试啊。 上周我录的视频肯定很有意思,上周我又一会儿看看,好像每天都,有几分钟是吧,看我这个笑脸是不是又不一样,有点胖了一阵。 enorm spelled 字 vezesaya 4 号。 就早上5点又醒了,一共断续续续... 又醒了,一共断续续ろivoios 一共断续续好准了一阵子吗 最近现在哭了一阵 这儿.. 这儿.. 很沮丧,感觉很羞耻,一个大男人,这么怂,不敢担责任,不敢去面对工作, 但也没办法,就是这么怂,怎么办就是,然后决定不去了,高高兴兴起来吃早饭, 送我儿子去上学,买菜,回来看了这书,把那个蜘蛊鸟看完了,杀死一只蜘蛊鸟,这本书真不错,不能算经典,但是,就是这种,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看一看的话,我会有一些启发,就是十三四这个时间段的, 然后,你看他前后伏笔啊,交代啊,事情啊,最后都给你串起来,还行,但是我看一下那个作者介绍啊,那个哥们是一个,是一个律师,他就好像生活在那个阿拉巴巴马州那边,一个本地人,最后就考,他不知道是不是当律师啊,他考了,他学的是法律啊, 然后呢,后回到小镇,而且是一个与人不接触,也没结婚,也不参加采访,不参加这种公众活动的这么一个人,很像他说的那个,那个,那个怪人,我忘记说明了, 然后,我怀疑他就是把,整个的这种,自己的人生,拆成几个人物, 还有这个,学医,学医,他是,忘了什么事,反正这就是拆出来几个人物, 但是呢,我,而且他没结婚,你知道吧,他是不是有同性恋,或者是他有女性这种性格特质, 因为这本书是以一个小女孩的一种,第一人呈现的, 而他,又,在我看来是把自己拆解成人物放进去了, 那他本性是不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特质, 我的一些小猜想,这哥们已经死了,2016年,89岁死, 那这本书是可以的,不错,可以看看, 唉,然后,中午迷离这儿,下午去公园溜溜,然后回来, 给我,给我老婆把手机换个壳,一个玻璃壳, 哎呦,我接着孩子回来几点的时候,三点半吧,四点半,五点,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 整容一个多小时,接着一个半小时, 折腾手机卡,我不知道,就我折腾手机卡的时候, 一点没觉得时间费事,刷刷就过来了, 这就是上午我领导跟我谈话的时候, 说你找点这种最喜欢干的事, 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,就刷刷了就过去了, 嗯,我老婆所谓心流, 挺好玩的,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也是,就没觉得一天就过去了, 上午,黄黄黄, 处理单子呀,打电话呀, 喝了电脑,一上午就过去了, 中午吃个饭,睡觉,下午刷又过去了, 就你不思考,然后, 但是这样,你说, 那不思考的人生, 不是我想要的, 不是, 我领导建议我出一个单子, 然后我们一下, 列一下自己喜欢干的事, 我一项项的划去, 到最后剩下的几个, 就是我最核心的想干的事, 我表示尊重, 但是我不会这么干, 为啥呢, 不是我叫, 人是会变的, 人是随时会变的, 在不一样的时间段, 不一样的年龄, 我不能以为我现在的一个决定, 当然, 我领导是, 意思是这样的话, 让我找到一个谋生的手段, 完全是为了我, 非常感激他这种, 善意, 但是, 我不想谋生现在, 我就想安静静活着, 干着喜欢干着事, 就挺好, 那么远的事再说吧, 我不能说今天, 你看我喜欢修手机, 我以后修手机一下, 考虑考虑, 一个怪人, 去怎么样记录当初中国的一些情况 流水账子我就跳着看了 但是很搞笑 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就都差不多 注意按宣传啊 清洁啊 送还借物什么的 就一条啊 八项注意 这个第七条 不乱拉屎 要求大便要挖厕所 不要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为什么我通宵 我奶奶给我讲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没给我讲 有一条不乱拉屎 不然我一定会好好背 这个东西 不说了 给我把前面录着看一看